台北大稻城福伦社年度社长赖正平 透过移居光复乡的舅舅陈志森的牵线 捐助地方卫生所巡回医疗车太久换新 去年起集合众人之力争取获得 国际福伦社全球奖助金的计划 不料社长却突然走势 社友们忍着悲伤 持续推动后续的捐赠事宜 4月1号在卫生所隆隆举行的捐赠仪式 完成已故社长的遗愿 简单的启动仪式后造型霸气的百万巡回医疗车 即刻成为光复乡卫生所巡回医疗的强大生理军 华林县卫生局长朱家祥代表县长许正为颁赠感谢状 给台北大稻城福伦社及社友的捐助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台北大稻城福伦社 能够来送一个这样的一个巡回医疗车 给我们光复乡卫生所 那我们在做巡回医疗的过程中 或是在公卫服务的过程中 都有一个平安跟喜乐的来来去去 台北大稻城福伦社年度社长赖正平 透过了一居光复乡大同村的旧旧城 自身的牵线 而首度将关怀服务触角从台北 延伸到了花莲天乡 去年开始集合众人之力 争取获得国际福伦社全球奖助金计划 为光复乡卫生所添购捐赠一台全新的巡回医疗车 及相关医疗器材设备 玛丽拉都会社的一个共同赞助 那我们能够跨国的做出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服务 那我们社友对这次的一个服务 能在今天落地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 今天在卫生所也隆重举行捐赠一事 地方机关首长 名义代表及各村村长 部落头目 部落会议主席等也全都到场参加 面对社友们接棒努力不懈 完成捐赠任务 年度社长赖正平的家人感激 也希望父亲的依爱 能照顾更多光复乡的民众 就是希望这台医疗巡回车 可以真的就是帮助到我们 光复乡的所有乡民这样子 然后就是让爸爸的爱 可以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现代 台北大道城福伦社会及台东花莲等会社的资源力量 捐赠百万巡回医疗车以及大批相关的医疗器具 提供偏向更优质完善的医疗照护 社长朱金庸表示 这只是第一步 未来大道城福伦社也将会持续关注花莲偏向 提供各项资源服务 发挥福伦社的精神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